一个基准,所以你只要记得是你的左上角这个是这个A2,你就给A2就可以,你不要给A2一直到你的范围结束 不需要,你就给一个A2就可以了,A2,就是这个范围的左上角那个储存格 那如果这个范围的这个储存格,weekday判断出来结果呢,等于多少?是礼拜六呢? 礼拜六是,特别是weekday我讲过,它有好几种判断方法,不过呢,其他方法你可以都忘记 尽量就记得这个西方人,就是美国人他们的观念,他们认为哪一天是第一天呢? 礼拜天,那哪一天最后一天? 礼拜六,所以一到七,所以礼拜六应该是多少? 礼拜七嘛,一的话就是星期天,七的话就是星期六 OK,那好,如果这个格式成立的话,就是也是他会帮你找这个范围里面 是七的,就是他的日期是七的,那你就给他一个格式 这个格式的话,我想你就设定一下,填满的部分呢,你给他一个浅绿色 字形的话,你给他一个深绿色好了,这样搭起来感觉会比较漂亮一些,按确定 一个深一个浅,做出来的话,底色是浅的,字的话是深的,都是绿色按确定 OK,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,他马上就做出来了 OK,那一样的方式的话,如果说你要再做什么呢? 礼拜天的部分,那也是这样新增规则 一样,使用公式来决定,那一样的方式的话,这个地方 还是只能够自己输入啦,或者你刚刚把公式复制再贴上也是OK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公式给打上去 A2,如果等于什么呢?等于1的话,1跟7 然后呢,格式部分的话呢,我们一样填满用一个 这个这个浅一点的红色好了 然后字形的话呢,我们就给他一个红色好了,红色的字,按确定 那做出来就类似像这样的样子,按确定 那你可以看到,他马上就帮我把这个格式做出来了 OK,所以一下子就是格式就可以马上完成 那其他像礼拜一,或者是其他这个星期集,你也可以再做一个格式 我想这部分,各位再试试看,设定格式化条件,新增规则部分